变到他了 任总不是说 华为不造车吗 我这一叫醒来 怎么他就把阿维塔 标定为战略合作对象啊 哦 原来是这么个事啊 阿维塔成为了华为隐望的第二大股东 还占了百分之十的股份 人家华为不是要造车 而是要和阿维塔强强联手 一块打造 高档智能机车新豪华 而且十种受了 你啥要选塔子 原来这是华为 把隐望打造成 汽车产业智能化开放平台的关键一步 说白了 就是开拓阿维塔 在智能电动汽车行业 处类拔萃的实力 汽车产业和智能化发展 这些有起飞啊 这一波 连宇宙都点了个赞 现在阿维塔 就是聚合长安汽车 华为 明德时代 三个大佬联合大招的 高档智能电动品牌 而且啊 最近阿维塔012的发布会 我也扛了 真的超级情报 居然当场放很晚 阿维塔又在第二个商年 抢账电动好玩新市场 确实啊 人家和华为的 HIGHPRO新模式 都完全落地了 这就意味着 阿维塔开始加速 往高端化 智能化发展 他们还爆料 全域无拘 数字化工厂 已经建成 基于华为数字提出 可以说是极智能 第一趟高效于一身 不仅制造效率 提升百分之二十 就连制造成本 也降低了百分之二十 后面第三季度上市的 阿维塔017 就是在这里生产 要死成了 那哲学 还能有BPS啥事啊 看来 咱们国内大厂发起而理 是中华所归啊 这一次 华为一共的 跨期市战略支持 可以说是汽车行业 共同参与开发品牌的 先华行李 说不定啊 友商已经在操作业了 在阿维塔 带动高端智能 电动汽车品牌的同时 我相信 在不久的将来 属于中国的 高端汽车品牌厂业 定位少要在 霸众的幕后下